什么叫二账呢?一个我账,一个法账,也就是一个我的账,一个所知账 什么叫所知账呢?什么叫我账呢? 我账就是这个烦恼账,烦恼,烦恼账的我自信 所知账,我知道多了,这也是账 不是人说小的东西多了,这个知识多了,知识高了 小的东西一多了,它就被这个知识障住了,又生出一种障碍 咱们障呢?所知的,它就生出一种供高性 你看我,你们都不知道的,我知道 我比你们高的太多了 我不,我不能和你们比,你们这些个人都是没有知识的 我啊,我这个学问呢,在世上呢,简直就是独一无二的 所谓天上少有,地下更找不着,我这个学问 一生出一种供高的心呢,这就叫所知账 我呢,就是有个烦恼账 无论有着什么事情,也看不破,也放不下 啊,因为看不破,放不下 什么事情,都生出一种指着 生出一种指着,就烦恼就随着来了 这叫烦恼账,这就是二种障碍 这二种障碍啊 爸妈在会的大众啊,都障碎了 为什么有这种障碎呢? 这个禅,禅就是禅住了 对这个这两种的障碍禅住 啊,禅住呢,怎么叫禅住? 禅住就不得到解脱 得不到自由 为什么没有自由呢? 就因为有这两种的障碍,障碎了